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各地终于是可以看得见阳光露脸了 而随着冷高压南下带来了北方比较干冷的空气 今天各地的天气都是油湿转干逐渐的放晴了 不过这个温度感受上都还是蛮冷的 明天各地温度上会有什么样的呈现呢 先带你从地面天气图上来看 从地面天气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影响我们的冷高压冷到明天入夜之后 就会逐渐的东移出海 而今天入夜之后一直到礼拜五的清晨 会是这波大陆冷气团影响我们最大最冷的时候 因为天气好云量少的关系 所以辐射冷却效应就特别的明显 所以各地的日夜温差都是相当的大 清晨跟入夜之后温度都是比较偏低的 而且也都感受上比较冷 特别是在我们的中部以北的沿海空旷地区 低温都还是会降到10度左右 接着要再带大家来看下一张图 了解一下明天平地地区温度变化的情况跟天气状况 从这一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明天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 在我们的北部地区温度会落在13到21度 另外在我们的宜兰地区温度会有12到18度 花莲15到20度 而在我们的台东是15到22度 另外在我们的中部地区温度就落在了11到22度 南部12到24度 这个中南部地区日夜的温差是比较大的 都会超过10度 而另外要特别提醒的是高海拔的山区 气温都还是比较冷的 低温都会降到10度以下 而至于原乡部落详细的天气资讯 再带您来看为您整理的山海气象 首先带你来到台东来雨16到19度 太马里金峰大武达人12到21度 延平台东北南11到21度 海端池上观山路也低温会降到只剩下9度 高温会来到20度 长冰城宫东河低温只有13度 高温会来到21度 花莲瑞穗玉里灼溪复里灼溪的山区 只有4到11度 而平地地区是10到18度 万荣凤林光复封冰9到18度 花莲吉安寿风12到20度 太鲁各族人居多的秀林跟星辰11到20度 再往北走来到宜兰的大头 只有6到15度 温度是比较冷的 接着再往南 我们来到屏东的狮子牡丹满洲 低温会降到14度 不过白天高温会来到20度 太武来一春日呢 低温都只有12度 高温会来到21度 屋台三天门跟马家 低温只有12度 高温会来到22度 日夜温差相当的大 高雄桃园 纳马夏跟茂林 清晨跟入夜之后 是比较低温只有8到12度 江亚里山8到17度 是有阳光陪伴的日子 接着呢 来到我们的南投仁爱 雨池水里跟信义 低温会降到97度 高温会来到21度 台中和平8到19度 苗栗南庄诗坦泰安 8到18度 日夜温差也都是比较大的 接着来到新竹的关西 街15峰有6到19度 桃园复兴6到15度 新北市的乌来 9到16度 天气虽然冷 不过呢 有阳光陪伴 其实感受上 其实是比前几天 还要舒服的 不过我们要提醒观众朋友了 各地的日夜 温差变化都是相当的大 如果家里有长症 或者是婴幼儿 或者是您本身 有心血管疾病的 观众朋友 要多加留意 温度上的变化 而这一波 影响我们的大陆冷气团呢 预估到了礼拜五 就会逐渐的减弱 各地的气温 会慢慢的回升 而这个晴朗的好天气呢 会一直持续到礼拜六 所以观众朋友 可以把握这几天 好天气的机会 把家里的棉被衣物 都拿出来晒一晒 以上是今晚到明天的天气预报